斯文二 我叫李開銘 我從2002年入行 2014年我離開媒體為止 我做了13年的攝影記者 因为我是跑娱乐线的 那平常在接触的就是人 你在这一圈待了越久 你会发现说 其实人的情感就是有好有坏 有真实的也有假的 那相对性 这个东西会投射到 你在创作方面的一个反射 当这边很虚假的时候 你在这边可能就会看到 很真实的东西 尤其是废墟 废墟这个东西有一个很好玩的特点就是 你一进到那个场域 你会觉得奇怪说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会 你走的是如此的慌张 把所有东西都还留下来 尤其是你进到二三十年前 定格的那个废墟场景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为什么你们什么东西都不带走 时间就停止在那个年代 那你就会想到 我现在的工作 即便你现在在风光再怎么样 你十年后二十年后 是不是也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自己拍废墟的观点是 你必须要保持跟它在一个水平上 你不能以高角度去拍 那样是不对的 这会跟你看人是一样的 老计刃系列其实 2004年就开始有在拍 那个时候就是拍废墟 只要是废墟我都会去拍 真正认真开始拍是 13年开始拍 其实很多是从日本时代就盖的 这个东西其实就很好玩 因为那个时候盖戏院的人 通常都是还蛮有钱的嘛 有钱人当然就会生很多小孩啊 很多小孩有的就很会赚钱 有的就是不会赚钱 我没有钱的我会想要怎么办 我想要把它卖掉啊 可是有钱的就是想要把它保留下来啊 就变成后代会在争那个东西 拍到2015年我才觉得说 这个东西要赶快拍 最大的一个契机是拍了台中的那个天外天戏院 那一间建筑真的很特别 我08年去台中拍金马奖的时候 我发现了这一间东西 一直到2015年 你看隔了7年 我好不容易逮到集合一去拍 可是那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主体已经被破坏了 屋顶上那些块墓已经都被锯掉了 其实大家都不在意 我觉得最后重点是这个 都不在意 如果真的在意的话是不会这样子的 既然他们不在意 那我们大概就知道说 它迟早会不见 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废墟很好拍 就是你进到那个地方 就随便按几下就好 其实没有 你要在很短的时间内 有时候是天气 光线的关系 然后有时候是状况不好 你还要担心 头上是不是有东西掉下来啊 什么样的 展这个东西 一方面是给看得懂的人看的 就是 我在这方面有下过苦心 那对于看不懂的人 我其实不会怎么样 因为我只是让他们知道说 照片也其实有很多种可能 就是有人喜欢拍好看的 我喜欢拍这种不好看的 不是日常生活中标准的美啦